肉在炭火中慢慢飄出香味 看到這一幕就知道中秋節要來了 但烤肉組合多少錢你可以接受 網友PO文直批北農 太誇張肉品組合要兩千一百九十九元 全部都豬肉沒有牛肉 而且還強制員工要限制賣幾組 只好讓員工低聲下氣 靠面子去推銷 可以接受 自己買不值 有時候買起來都要三千塊跑不掉 因為我覺得你還有干貝 那本身在買現在的物價其實是蠻高的 二十九九覺得有點貴 應該也不會 可能會去再更大的賣場 應該會更便宜 網友討論的就是北農烤肉組合 米其林餐廳選用的金斧豬排 各種五花肉片 肉餅以外還有酒釀 玉核包香腸 套Q北海道干貝和鐵板烏龍麵 面對指控北農回應 針對食尚醉坑烤肉組 還有限制員工賣幾組是惡意抹黑 將會走法律途徑 雨時間賽跑忙著出貨 中秋節快到了 業者也是每天看到月亮才下班 因為一天要出貨兩千到三千多盒 不過近幾年物價上漲成本提高 業者也很有感 牛肉漲最多 牛肉的話有一些平均最高漲到三到四成 那有一些平均漲大概十到二十趴 來到另一間台序今年和談生愛美酒店合作 其中推出的三到四人份組合 千元有找目標看準小資族 我們今年非常的有感租價的上漲 大概在第二季跟第三季的時候 租價大概漲二十趴左右 烤肉組合從百元到千元都有 2199到底合不合理 評論就像看火一樣 在網路上越少越旺 三天新聞徐趙薇你確定還不找不到